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Tiger 随着各家厂商的新机发布 压力也直接给到了三星 作为三星下一个旗舰手机Galaxy S24 Ultra 自然是受到了许多机友的关注 按照目前已经发布的手机 不仅仅是性能、储存、硬件以及外观的对比 性价比也是大家考虑的主要内容 许多机友在犹豫怎么选择 是否要等一等Galaxy S24 Ultra 下面和Tiger一起来盘一下 据博主TigerF透露 Galaxy S24 Ultra有2TB选项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 256GB版将配备12GB人 但128GB版本可能仍为8GB人 至于2TB版是否会采用16GB或更大的人 该博主并未透露 但新发布的其他厂商手机 都有24GB的列表 所以三星并不会落后这一步 要不然就会丢失竞争力 不用猜测也能确定 三星是不会放弃这个版本 目前在售的Galaxy S23 Ultra手机 提供4个内存版本 包括8GB加256GB 12GB加256GB 12GB加512GB 12GB加1TB 其中没有128GB版本 如果三星下一代旗舰 重新加入8GB加128GB 重新加入8GB加128GB版本 无疑是某种程度的倒退 另据博主爱兵宇宙近日的爆料显示 三星Galaxy S24 Ultra将配备约6.8英寸的屏幕 分辨率为3120x1440 屏幕比例为19.5比9 峰值亮度达到2500nit 还将拥有高达144Hz的屏幕刷新率 比现有最高120Hz的三星手机屏幕更加流畅 作为对比 三星Galaxy S23 Ultra配备6.8英寸屏幕 分辨率为3088x1440 峰值亮度为1750nit 支持1-120Hz的自适应刷新率 该博主此前曾透露 三星Galaxy S24 Ultra手机 会较大概率采用直屏设计 机身尺寸为162.3mm 乘79mm乘8.6mm 而三星Galaxy S23 Ultra的尺寸为 163.4乘78.1乘8.9mm 表明三星Galaxy S24 Ultra 比Galaxy S23 Ultra更短 更宽 更薄 这也是三星的一贯做法 审美独到 会将是一个新的亮点 很多既有选择三星 也是因为它的颜值 来自于爱兵宇宙的另一份爆料还提到 三星Galaxy S24 Ultra的三倍长焦 升级到5000万像素 底大小同IMX858 10倍传感器参数不变 主摄和超广角不变 新机的摄像头凸起2mm左右 机身重量不变 电池不变 充电功率不变 作为参考 前代三星Galaxy S23 Ultra后置4摄 分别是1200万像素超广角摄像头 21像素广角摄像头 1000万像素10倍光学变焦长焦摄像头 以及1000万像素3倍光学变焦长焦摄像头 机身重233克 内置5000毫安时电池支持45瓦快充 另外 据该博主此前的爆料 Galaxy S24 Ultra 劝搭载钛合金边框 机身重量为233克 目前采用钛合金的手机并不多 它可以有效降低手机本身的重量 并且还保留了强度 耐腐蚀性也比钢铁材质好 但钛合金的手感如何 还未有真实的感受 不过 据可靠消息 iPhone15将采用钛合金边框 如果属实 等苹果手机发布后 可以根据手感反馈 再确定Galaxy S24 Ultra 出来的钛合金边框 是否值得期待 爱兵宇宙还曾透露 三星Galaxy S24 Ultra Galaxy S24 Plus 会跟进苹果小米窄边框设计 还基于爆料绘制了iPhone15 Ultra 三星S24 Ultra 小米1043款机型的屏幕效果图 其中S24 Ultra屏幕边框为1.75毫米 中框为1.67毫米 加起来视觉边框为3.42毫米 至于没有爆料的iPhone15 Ultra 和小米14 他们的视觉边框宽度尚未得知 不知道最终真机如何 其中三星Galaxy S24 Plus 有望配备6.65英寸屏幕 内置4900毫安时电池 内存8GB起步 作为对比 前代三星Galaxy S23 Plus的屏幕尺寸为6.6英寸 内置4700毫安时电池 内存8GB起步 处理器方面 据相关的报道称 三星明年推出的Galaxy S24系列 将回归双处理器战略 除了搭载高通第三代骁龙8 4Galaxy外 在欧洲等部分市场 会搭载三星Exynos R400处理器 来自于数码博主数码闲聊站的一份爆料显示 搭载高通骁龙8 三星Galaxy S24 Plus线身G-Q Bench跑分库 6.1.0版本单核的分为2233分 多核成绩为6661分 综合目前的消息来看 三星Galaxy S24系列预计将主要带来性能 影像等方面的升级 不过目前距离三星Galaxy S24系列的发布 还有这一段较长的时间 其实际的情况如何也存在着变化的可能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保持关注 那么问题来了 大家对Galaxy S24出了的RTP版本 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